但让王祖贤当众丢下分层感 只需要一个张国荣 我今天本来不准备讲话的 可是呢 我只有一句话要讲 不管我旁边的这个好朋友得不得奖 他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的男主角 1990年张国荣主演了《阿飞正传》 并一举入围了第36届亚太影展影帝 然而在公布获奖者名单时 张国荣却意外败北 之后在颁发影后大奖环节 向来知书达理的王祖贤 却当众丢下了分层感 在为张国荣名不平的同时 还大胆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张国荣也展现出超凡的情商 仅用一句玩笑话就扑出台阶 就是说我要骂那个徐柯导演 因为他第三集的时候 连祖贤的那个舌头也 吐到那个梁朝伟的口里边 为什么没有那个镜头呢 要不要当场示范一下好不好 那为何王祖贤会如此维护张国荣呢 其实原因还得从37年前说起 1987年王祖贤和张国荣展开首次合作 联合主演了古装爱情片《倾民优惑》 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 张国荣尽显善良与温存 不仅手把手教王祖贤拍戏 而且生活上给予诸多照顾 以至于王祖贤情不自禁喊出了哥哥 这个称呼也被流传至今 当王祖贤被问及代表作时 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四个字 此后两人的电影合作并不频繁 但是友情却在不断升温 当年张国荣做客了一档访问节目 有观众问他喜不喜欢王祖贤 张国荣的回答极其巧妙 在肯定王祖贤魅力的同时 还顺带赞美了一下主持人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可是我觉得她高了一点 她的高度像蔡琴一样 我实在会太喜欢她了 至于王祖贤为何愿意 为张国荣丢下分寸感 想必答案已经不言而喻